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入行论》当中的课判里面 宣说能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承认诸法有自信 否则有理证教证有危害的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讲的 有因见利空性和有果见利空性 还有成立之舍义 首先因见利空性分为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说真实无声见利空性 那么无声见利空性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破无声音 破长音 还有舍义 这个课判在其他的一些讲义当中 依靠宗观的三种音 以三种音来进行播持 观察音的金刚邪音 观察本体的缘起音 还有观察果的破有无声音 通过这种方式来觉知 其实这样觉知也是非常好的 无观尊者的七宝藏 龙猛菩萨的有观中观书当中 都已经通过金刚邪音和有无声音来进行播持 还有中观庄阳论当中以利益多音来播持 然后中论当中以缘起音来播持一切诸法 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 为什么要破禅声啊 为什么破禅声 中观当中无论是学者的入中论 中论 还是四百论 任何一个中观书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讲没有禅声 没有禅声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人们都觉得一切万八都是存在 存在的来源主要是它有禅声 让我们每个人都想对人也好 对事物 包括对自己精神的理念执著 全部都认为有一种禅声 起源 那么这个禅声如果我们知道不存在 然后不可能有它的存在 最后不可能有它的毁灭 所以我们人们经常最严重执着的来源 对有为法的执著 对有为法的法相生灼灭 这就是它的法相 如果我们首先觉得无声 那对它的本体和对它的果 不会产生强烈的执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知道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很多都因为没有学习空性法门的中观 然后对世间的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 或者对生活等等各个方面又产生分别念 而且这种分别念也是极其的往生强烈 一般来讲你怎么样也是观不了空性 观不了空性被执著受复著 然后在世间当中非常的苦劳 以前的一些古人因为外面看得也不多 听得也不多 每个人除了自己小的范围当中的一些痛苦以外 大的这种痛苦没有的 而现在的人们表面上看很多科技也发展了 然后对整个生活带来一些便利 然后就觉得自己各方面有所尽量 可是真正人的心理上或者从内心上来看 外面的物质越来越丰富 人心的困惑或者人心当中的空白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比较起来大城市里面的人的生活 一些偏僻地方的人的生活从物质方面来讲 那应该说大城市生活的物质非常的圆满 但是从精神上讲他追求的目标比较多 再加上有些痛苦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强烈甚至最后自己不得不自杀 已经到达这样的境地 因此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社会各界城市的人来讲 暂时你要想获得一个非常快乐 安逸 舒适的生活 我觉得对空性法门有所认识 有所了解 对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种方法 否则我们越来越随着自己的欲望 然后跟着世人而奔波的话 最后没有闭上眼睛之前一直是非常的苦劳 这样的生活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尤其是具有一定智慧的人类本来不愿意过这样苦恼的生活 可是一方面是众生以各自的业力现前 然后享受各自如幻般的对境 这样一来导致如今痛苦的后果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认识佛教的真理 尤其是我们如果通过金刚血淫 这叫做金刚血淫 什么叫金刚血淫呢 因为这种推理方法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法到底有没有自生 他生 共生 无因生 通过这样的几个观察方法来抉择 没有产生 这是以一种推理来抉择的 那么这种推理我们总观认为金刚血淫 就像是金刚转世其实能传播其他的一切宝物 但是其他任何一个金属物来传播金刚 不可能有几个机会的 因此在这个世间当中无论是科学的理念 还是在世间各种各样的执著 通过这样的中观推理来进行抉择的时候 就真的是没办法推翻 因此我们在世间当中应该说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高层次的一些文学界 在这样的人世当中 中观的空性理念 并不是依靠一种信仰 或者一个崇拜 以这种方式来加以弘扬的 而不是的 应该是以确凿的一些依据和可靠的推理 来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 对方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推理 叫做金刚邪淫 我们通过这样的观察方式 最后抉择成一切万法在名言当中 就前面所说的那样 如梦如幻 无有自信 在生意当中远离四边八息的 这样的境界逐渐逐渐让我们的很多人得以承受 这样的境界得以承受以后 应该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痛苦 困难 在那个时候你有面对的能力和勇气 而且这种面对并不是以一种残酷的手段 或者一些强迫的方法来让你加以应付 也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说是从理性上知道了一些 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理之后的一种科学 或者一种明智的对待方法 所以希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知道 为什么要破一切万法都是无有产生 如果对无生的境界有所认识的话 对我们的解脱方面生死轮回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饶益 应该在这方方面面去考虑的时候 如果真正知道它的价值 我想在这个社会当中 这么多的被烦恼所束缚作的严重患者 为什么不吃这样空性的妙药 我想一定是大家都会希求的 就会希求的 那么下面讲破无因身 使人亦能见一切能生因如念根经等差别前因生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好几个外道 其中有个叫顺势外道 以前在印度是比较兴盛的 然后后来他这种教派也是在 实际上各个地方比较兴盛 其实他最初的来源 当时阿修罗和天人在作战的时候 因为天人行持善法不愿意杀害阿修罗 后来有一个天罪他认为如果这样下去 恐怕是被他们打败了 这样以后他专门造了一个论典 里面叙述了众生不存在前世后世的一些道理 后来这个邪论 这个论典传扬到人间 所以我们现在人间当中也有很多人 认为前世后世是不存在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各位 也可能从小都是受到这种教育 人只有一生一世 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什么 在一生当中你享受多少应该值得享受 一生完了以后不会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等等 这样的道理我们在其他的有些论典当中也已经讲了 比如说顺势外道它又不存在前世后世道理 总共有一种正理还有三个比喻和思想来进行说明 一个正理他们说是 因为后世肯定不存在的先量没有见到 这是他们的一个正理 然后他们的三种比喻 就是饮不存在 饮不存在就像草地上长出的蘑菇一样的 果不存在就像毁 树里面杀下去的话马上当然无存了 然后饮和果还有本体吧 本体不存在本体不存在的话 以前外道的一些书里面说是 日生河水下下流 然后顽度远行持坚强 空缺欲烟等诸法随意为造自行 也是外道的书里面说 如果太阳从东方身体而落到西方 然后河水从高山下来想流往地处 还有顽度它是远行的 然后刺它是坚强的 还有空缺的羽毛是无缘漏色的 等等诸如此类的世间当中 种种的万法其实是自然而形成的 没有任何人造的 所以应该无缘而产生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非常可笑的一种说法 刚才比如说太阳的珠转也好 河水的牛肠还有豌豆等等 这些虽然没有一个人亲自造 亲自豌豆 没有一个人天天都是做丸子 或者说刺没有用拿着刀子来天天学 这种事情都没有 但是它并不是无缘而产生的 每一个这些法其实它有它的因 这些问题我想我们以前讲 《中观庄严论》和其他论典的时候 已经破斥完毕这个破斥是非常简单的 孟宝仁波切也说过 对方说是只有限量量当中 只能承认限量不承认弊量 这也是非常可悲可笑的一件事情 因为前世后世不存在为什么 因为没有见到之果 其实这是用的一个弊量很简单的 因为我没有见到的原因 前世后世不存在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见到的东西都不存在 包括你肚子里面的肠子也 你自己都是可能没有见过 而且明天的事情 然后你过了几代以上的家族里面的一些足足白白 可能你都没有见过 但是你还是会承认的 因此这样的说法极其是恶劣的见解 现在世间当中也有些人是有这种见解的 因为前世后世不应该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现在存在的东西我们都要能看见到 那就是微观世界的很多电子波很多的一些微尘 包括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原子核或者电子跨核等等 这些我们能不能见到 如果你说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不能见到的 但是通过显微镜可以发现的话 但同样的道理我们前世后世也是有种种依据 有很多的道理可以印证的在这些道理面前 你也没有任何话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对方的观点没有任何道理 这个问题很多人现在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见解 否则 因为从小的时候受到一些教育的原因 现在对生死轮回 业因果 还有一些半信半疑的话 那这是对自己的解脱方面很大的障碍 这是许多人 如果你自己相续当中有一些邪见 最好你就到一些有智慧的人 有间接的人面前进行辩论 不要埋在心里面 如果你埋在心里面永远都是一种一团 这是逐渐逐渐变成一种癌症 最后都觉症 所以非常遗憾 不合理的 所以在这里破斥的时候说对方认为 一切都是无因而产生 自然而产生 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见解 不要说是学过宗派有智慧的人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的一些农民也好 工人也好 世间当中的这些人们 他们也都不会承认的 一切万法有因有果 这一点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 包括一些农民 他们也会承认 我在春天的时候开始种下青蛤的种子 然后下一些功夫 而进行保护以后 到了秋天的时候可以受到庄稼 这一个理念 我想世间人也是会承认的 再说我们通过初世间的角度来讲 任何一个法 只要有因产生它的果 或者它的因发生变化的时候 叫做有所 它的果也发生变化 这就是一种因果的观念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例子在法陈论师 法陈论师曾经也是说过 若持有必生 若持变必变 若持变必变 然后所持持必因 持欲必也有 这样的因果推理说得非常好 所谓的因和果关系 一旦有了这个因 产生它的果 一旦它的因发生变化 比如说种子被火烧了 或者我们造的恶业通过忏悔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所得到的果也同样的 种子烧完了的果不会成熟的 忏悔完了的罪业不会成熟的 这样的因果观念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法也是存在的 如果有存在这样的因果规律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 因此这样的道理其实世间上的人们也都会承认的 因此每个人 大家在心里面反反复复地观察 你有没有这样的邪见啊 前世后世不存在 业因果不存在 这样的邪见如果你的相续当中 或者说以阴密的方式存在 或者说以现行的方式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加以制止 而我是非常担心 我们有些人对佛教的教理 就是学得并不是很成功的话 虽然你体质光头 已经出家入佛门了 或者有些人已经受了居士戒 可是你心里面还有半信半疑 到底我今生当中造恶业会不会成熟啊 到底人有没有前世后世啊 如果你相续当中产生这样的怀疑 说明你是非常的愚笨啊 因为在真理面前你也根本没办法推翻 如果不能推翻的你还不承认的话 那这不是愚者是谁啊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也是不会承认这样的道理 或者有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你们说是因和果是存在的 但是因和果如果存在的话 在宗旨上为什么不存在果的所有的特征 比如说我们花的种子上面是一个灰色的很小的一粒 那上面是花瓣 花叶 花瓶 花蕊等等 各种这些特点为什么见不到啊 如果没有见到的话说明它不是它的果 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很荒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种子也好 念花子 念根 念经这些其实是差别在 它的果上面各种的差别在硬上面 应该是以种子的方式来存在的 但这种存在并不是以现形的方式来存在 如果现形的方式来存在的话 那就是花种子变成了花了 那花种子上面真的有花瓣的话 那我们都没有必要求果了 以前约乘论师也说了 世间为求果是果 不应多明受几种 世间上的人们为了获得一些果实 就是辛辛苦苦地通过各种方式来 去开始收集种子 让创造未来 那这些都徒劳无益 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真正在硬上面存在果都没有必要的 我们不管是白莲花也好 青莲花 或者牡丹花 玫瑰花等等 这些如果在花种子上面存在的话 那么你给别人供养花 鲜花的时候 那一粒花种子给给它就可以了 不需要 非要花钱买真正的花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说明世间人也是根本不承认 在种子上面果的形状 颜色 或者它的香味等等 原原本本存在 那是不是果是因上面果不存在呢 这个因果关系 我们讲缘起因的时候也可以宣说的 这个因不存在也是不产生果 但是这个因上面果不存在也不产生果 但是存在的话 也并不是以那种方式来存在 应该是以因缘的方式来存在 深深的奥秘 我们在有关其他的论典当中也会宣说的 这样一来 大家应该知道外面所谓的顺世外道 所承认的这样的因果无因而产生的说法 非常不合理 也是低劣的见解 那么下面说 谁作因差别有些诸因因 何故因生果 从谁因利果 对方也可以这样认为的 如果真正在这个因上面有一些作用的话 比如说我们花瓣 花叶等等这些不同的特征 现色 现色 现色这些真的是在锅上面存在的话 那么谁作的 它硬的差别 空缺的斑斑色彩是谁来作的 然后外面种种世界的种种现象 这些到底是谁来作的 如果是一些外道 上帝创作的 或者是梵田创作的 地势田创作的 这样说的话 有说服力的 而如果我们这一点也是不承认的话 那每一个花也好 每一个事物的因 到底是谁作的呢 对方给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因虽然没有一个常有的作者 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也会进行破的 也没有一个受无常的造护者 这个也没有的 但是因为种种因缘 它其实自己在本身上还是具足它的功能 因此种种不同的差别 依靠它不同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些万法可以现前的 比如说 花的种子有它不共的能力 这种种子的能力 能产生它的果 这是在它的因上面 应该具有不共的差别 就是缘起生诸法 皆具一字体 我们前面《戒意会见》里面也讲了 诸不共法相 监于世人灯 明言辞法而不可服人也 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其实诸法每一个法 它有各自的法相 各自的能力 比如说谁有他的实行 然后头有他的坚硬性 逢扬 它有他的轻调性等等 每一个法有各自的法相 然后各自因的能力不同 果也是呈现各种各样的法 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一个万法的规律 如果这样说的话 对方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何苦应生果 如果他的因当中真正产生 能产生其他果的法 那这样一来呢 为什么是亲和产生 四季亲和同类的果啊 为什么是梅子产生她小美的果 而不产生其他 世间当中的其他的鲜花 莲花等等 不产生这样 往往产生同类的果 这个原因是何者呢 这个也是重新引领果 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每一个法它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其实是住于自己的本体 有始义之心 安住各本体 好像我们在《诗量论》当中都已经学过 所有的有始法依靠自己的本体 各自都是住于自己的本体 活安住也是活的本体 水安住也是水的本体 而我们的汤 安住于汤的本体 它不可能汤当中产生酸菜 也不可能食度当中产生绿色的妙芽 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在我们世间当中 只是因的能力不同 产生各自的法 各自的法当然也是随着外面的一些外缘 比如说有些天当中 我们加了一些肥料的不同 土里面藏出来的庄稼也有甜的 也有爽的 这是外缘不同而已 我们在《俱舍论》和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是学过 但是真正它各自的同类因 在佛教当中所讲的同类因 这种同类因不管待任何的法 所以说这并不是无因而产生的 而且一定要关待他自己各自的因 不关待其他的 但关待他自己的因 这样的产生在我们的任何一个法当中应该存在的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遇到有些人说一切都是无因而产生的 那么一切不管因果的这种说法是非常的不合理 一定要我们有能力站在他面前进行推翻他的观点 如何说一切都是无因而产生的话 那有很多很多的过失啊 我们现在白天有光明晚上没有光明 什么原因啊 因为黑暗被光明已经遣住了 或者夏天有漫山盛开都是显化的 而冬天全是光透透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气候也好 它各自的因缘没有成熟 各一切万法都关待他的因 如果不关待这个因 那就像《中观庄严论》里面说了 不关待他故因成恒有物 好像《中观庄严论》吧 因为不关待其他任何一个法 那这些法恒常都是要么是有 要么是没有 也有过失的 同样的法乘论师应该在十量论当中 无因不待他 隐藏幽会物 意思就是 如果是无因 不关待任何其他的法 那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万法应该成为 要么是很常存在的 要么是很常不存在的 那这样一来 世间为什么夏天有显化 那为什么呢 冬天有雪化 那这个原因呢 它是有一种它的因缘 依赖于它的因缘 如果不关的因缘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众生也是不应该看得到的 我们现在这些众生因为各自的业力显见 他没有转生到地狱当中 没有转生到饿鬼当中 而偏偏都是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的时候 我们现在南尘部族的所有的人也是成熟同样的业感 很多人应该有两只眼睛 然后有一个鼻子 没有发现有两个鼻子的人 这说明我们有共同的一种因缘而产生的 这是有共同的这种因缘 如果没有共同的因缘的话 那众生也是无可取的全部都已经变成了空中的喧哗一样 如中人吧 如中人里面也说了 众生无因因无取 犹如空花舍于相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众生应该 因为没有这个因的缘故大家都不可所取 不可所取全部都是空中的鲜花里面 鲜花的味道和颜色一样 但有没有空中鲜花的味道和颜色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奇境世界 全部变成一个大虚空的话 那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种种形象应该是有一种因缘 当然这种因缘在龙猛菩萨的观点 最后按照中论的说法来决斩的时候 全部都是远离一切心论的 能说思意愿 三灭诸细论 我们有一句话记得是 能说知意愿 三灭诸细论 所有的这些因缘 最终决在生意空性的时候全部都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作为极个别的一些 能取所取 效益法界的一些智者来讲 能通达这样的境界 而我们来讲 现在还是呈现各种花花碌碌的世界 那这样说明是有因缘的 千万以后都不要吃无垠的观点 麦彭仁波切在其他论典当中也是说了 我们世间当中所有的见解里面最低劣 最可怕的 对人类最有危害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损失外道的观点 如果我们说没有业报 没有不信善恶者 无恶不作的 就像《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样非常可怕的 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多的上师论理道德主要的原因 我们这个见解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自觉的是人只有意思 意思当中精造有主 精造罪 以这种观念来迷迷糊糊地过去 对人类也好 对长远的一些目标全部都消失了 非常可怕的这个见解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刚才前面所讲到的一切万法 他有他自己各自不同的能力 应该说是一种万法的规律 万法有自己的因 这是万法的一个规律 这种规律我们在四种力当中称为法尔力 我们刚刚学的四力大家不要忘啊 观戴力就是观戴因 作用力观察果 为什么因产生果呢 这个是一种法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必然规律 那么这样的规律 我们通过什么样来知道呢 这是通过显量和比量 显性部分是用显量 硬币部分是用比量来知道 这叫做真诚力所以我们《记忆会见》里面所学到的这种实力 真的是对人是业因果也好 人是诸法的发心有非常大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世间当中 任何一个种子他产生他自己的果 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这样以后 我们比如说造的恶业 杀生也好 出盐 喝酒 做恶业 那么产生一个不快乐的果 这就是它的必然规律 如果我们行持善法 今天磕头 念经 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产生一个善的果 快乐的果 这也是必然的规律 我们黑芝麻的种子杀到地里面 然后会长出它的果 而且我们用其他的萝卜种子种下去了 产生它的果 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所以有些人认为 为什么我杀生感受痛苦 为什么我今天布施产生快乐 这就是必然的规律 任何人也是没有办法追究的 世间上的因果观念唯一佛陀才了知 而且它的产生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肯定会感受这样的果报 这是没有任何起火的 所以《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都已经说过 说是若修善业 甘可爱果 然后若造恶业 甘非爱果 不可爱的果报 所以我们真正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或者造善业有快乐的果 造恶业有痛苦的果 这种理念一定要坚信不业 否则我们随着损失来到 随着无神论 每天都是无我不作的话 那最终自己感受果报的时候 自己会后悔 莫及的 有一个恶人 他就不信法律 然后整天都是杀人放火 最后他关在监狱里面 遭受殴打的时候 才会信物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万业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对佛教的因果观念方面 有一种不可动摇 不被他转的坚信 这是很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佛人如果这一点理念都没有 那形象上再怎么样做大的事情没有什么很意义 下面讲破长颖身 破大自在所产生 还有破卫尘所产生和破诸物所产生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破大自在身分三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是自在身 大自在补偿 现在所谓的大自在派也承认 一切万法都是用大自在产生的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自在天是因何为自在天 若为许大众何必为致命 因为圣轮派还有非陀派 他们承认所谓的大自在他们的身尊 然后认为具有五种特点 就是这个大自在 清净 饮供 常有 威仪 还有通过发心万世万物由大自在天他来造的 具足这五种特征 他们这样认为的 这样的大自在天既是七十节的因 也是我们众生的因 现在有些宗教认为所谓的上帝 也是一切万物的根本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在古印度的时候 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现在虽然在婆罗门教 所谓的印度教 也有一些多天尊 多僧派 多僧派他们崇拜很多的僧 他们认为梵天创造一切万物 然后边入天维护一切万物 还有大自在天毁灭一切万法 所以这个说法跟这里可能也有所不同的 当时寂天菩萨所面对的可能是古代的大自在派 因为现在印度和尼泊尔学大自在派的 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以前看见过 有些行为让人非常的可怕 每次都是所谓的大自在派要供修的时候 他们在前额中间要画一个红垫 然后在水池里面 撒很多红色的显花 然后旁边做一些各种比较奇奇怪怪的行为 然后还有一些念诵的 还要念一些名号的 各种行为在这些行为当中也据说有些 有些没有获得天生的果位者的 有些按印度古代所谓的普罗曼教的传统 自己通过苦行 资分的也有 通过苦行以后将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 作祭祀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所以在印度来讲 现在各种教派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真正当时这些论师们所破斥的这些观点 现在有没有的话呢 以前我们也是问过现在在印度居住的有些藏族人 因为他们对印度的语言也比较精通的 嗡玛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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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了三遍以后就飞了 然后他们 尤其是大自在拍的一个外道 就来到这里来听见 他们也是有各种说法 他们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是问了一些人 有些人说陈纳论师和法陈论师所波持的很多外道 现在不是很多的 机密论师我们《中观众论论》里面所波持的有些外道 现在还是比较多听说也有这种说法 我当时这样想的因为法陈论师所破道的外道 和机密论师破道的外道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 为什么他们这样说但是也有这种说法 不管怎么样所谓的大自在派 因为在外道当中它是实力比较大的 现在印度大自在派他们的行为当中 最不好的一种现象他们在节日的时候 开始杀鸡 杀众生然后开始供养 对生存供养那这种行为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宗教也是不太认可的 尤其是对佛教的理念也是完全相偎的 其他只要不害众生然后有些其他的宗教 对人类行为上是有着约束的 应该是值得可信的 但是这样的大自在派其实是 这个寂天论师早就已经折破了 那他怎么样的折破呢首先是问 你们所谓的一切万事万物的因大自在 所谓的大自在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开始提出这个疑问 按照别人的观点他们说是 我们一方面说是大自在天来创造万物的 然后一方面他也可以叫做地水火风 四大 因为他们可能想到 地水火风不能是我们的身体也好 或者外面的物资世界全部都是不离开地水火风 一旦离开地水火风那有心的舍法没办法形成 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一切万法创造的一种因素 因此认为他们成为大众来所造的 那这样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驳斥 说何必致命那这样没有什么辩论的 因为你们外道说地水火风的名称叫做大自在 大自在 然后我们佛教的话 这个叫做地水火风 所以这个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完全从名称上是不相同的 但意义完全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你们把它称为大自在而已 再这样在名称上我们互相辩论是徒劳无益的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样以来你们所谓的这种大自在也是 实际上除了四大以外是不存在的 但这样的说法对方也是应该会承认的 所以当然现在在座的道友当中 可能学大自在派的也是没有的 很多人以后也不一定学 但是就像以前的高僧道德们所讲的一样 我们如果对佛教的见解没有生起坚定的定解之前 很有可能对方如果用调言华语来进行引导 世间上的宗教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很有可能将自己原来学佛的理念舍弃 然后进入他们的宗教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自己一定要对自己的见解上知有所了解 不但是要了解而且心里面要发愿 很多以前的一些上师们的教言当中也是说 我们皈依的时候并不是口头上 我要皈依三宝不能这样的 然后也并不是行为上 我在宝里面吹一个皈依针 见到谁的时候我已经皈依过 你看你上面盖的针我的上师叫什么什么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 但从内心当中真的是对佛法要皈依 怎么样皈依呢 一般我们有些前行的修行里面很深奥的一个窍诀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对上师有一种祈祷 在自己的头上无论是自己的上师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都可以观想以后 就是在上师面前谋利地祈祷 上师加持我让我的心愈发融入 比如说你修人身难得的话 一定要让我相续当中生起了人身难得的真正见解 如果我修无常的话 在我的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无常的观念 如果我修中观的空性见解无我见解的话 我也想上师一定要在我相续当中能生起空性的见解 以很强烈的信心来开始祈祷 最后上师融入自己的身心 然后从皈依开始修 皈依的时候也有很多上师们的教言当中这样说的 皈依佛的时候在自己前面放着一个佛像 然后就合照蒙尼的祈祷 我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皈依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一切祝福 然后无论是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再不舍弃佛陀 而且任何其他的本事 外道的这个教派的本事 那个教派的本事 什么样的这些诸尊 我以后都是不会皈依 只皈依你 有非常强烈坚定的誓愿 然后心里面想 佛陀你所说解脱的教法和正法 我众生的益处我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教法和正法 除此之外 我对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世间的学术 我去不去皈依 我唯一解脱的妙药和菌粮就是正法 这样来发愿 然后心里面 比如再次想 我从此之后修学佛法的这些大小声僧众 是我的医护 我的朋友 除此之外 世间的各种恶有我再也不去交往 从内心当中发起这样的誓言 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现在外道的有些观点 学了以后 从反过来说 在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有一个佛教徒 他自己本有的一种见解 那么这样的见解 我们乃至生生世世在相续当中不能释坏 这是每一个佛教徒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无论你在生活当中也好 你在世间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违缘 就像心里面应该说是磕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 不容易被外缘的水 风开始抹掉 这种誓言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了一些外道以后 有时候事事而非的各种道理听了以后 尤其是我自己没有文故的见解 可能也会随波逐流的 但是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 一定要有砸下修学的境界 下面就是说 因为刚才大智哉派 他还是认为大智哉是一切万法的因 还有他们也诸为之王因 随尽随意而更为之魔本 此时众生因 以前也有外道的一些说 比如说 执诸是诸王的因 然后随尽是随的来源 还有树根是树子的来源 同样一切众生的根源 大智哉等等偏准 他们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通过真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们这种说法可以推翻的 因为你们刚才前面说 一切万物通过法心来创作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无心大作众 非诚业非天 不经众所见 顶非自在骗 你们认为的大自在所创作其实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大自在所谓的法相在这里根本不合理的 而且无心的大众 地水火风 其实你们认为大自在是一个唯一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世间上的各种形象 地水火风也好 珠子瓶子也好 或者鲜花 茶杯等各种这些法是众多的 不是这个唯一的 因此肯定不是大自在所造的 而且你们认为这是常法作造的 但是这个常法也并不是 地水火风全部不是常法的 这是我们先年也可以见得到的 哪有一个常法的 没有的 你们认为大自在是一个天尊 是应供的 应该值得供养的 但是地水火风并不是值得应供的 而且不清净的 人们经常不净分杀在上面的 也不是应供的 经常踩在上面 如果你们真正大自在天 是地水火风 我们经常在路上走来走去的话 就在你们大自在的头上走来走去 那不是应供了 应供不叫这样吧 应供不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 通过方向美能来可以观察 观察到最后所谓的大自在天 根本不是四大 这是一个方面来进行论证的 然后逼天非虚空 非我千亿破 若未非四亿 所必有何亿 你们所承认的大自在天 根本不是虚空 然后为什么不是虚空呢 虚空是无动摇的 而你们大自在也是万物的 居然造作者的话 肯定有动摇的 你们认为大自在是自我的 但是不是身我的道理 我们前面都是已经剥持过了 然后如果你认为这是大自在天 我们凡夫人是无法了解的 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 如果它是不可思议 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它 大自在是具足五种条件 五种特质 如何如何 它的这种形象 来源 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出来 不应该说如果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要说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发心是什么 这些都是不应该说出来 这样以后我们要完全知道 所谓的大自在天 在这里并不是万物创造者 其实我想 虽然现在有些宗教也好 有些派不承认是大自在 但是这种推理 推翻其他所需的一些世界的创作债 这方面也应该可以观察的 这样观察之后 我们学习中观 最后应该生起来对佛教的正确见解 这个很重要的 虽然现在世界当中来看 许佛的人的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佛教的智慧 我是这样认为的 应该是超越其他宗教 甚至超越所有的科学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医学 逻辑学或者哲学 确实是我们感官看不出来的很多事情也有发现的 然后对人类社会也有一些贡献的 然后一些物理学 生物学 还有一些化学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学方面的知识 对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一些帮助 但是真正心的奥妙 人的前世后事也因果 关于这些问题 任何一个世间的学说 是没办法能推断的 这样以后现在世间人们有时候开始盲人摸大象一样 对佛教的一些道理来进行探索 其实非专业人员开始研究的话 有时候还是老小话的 不一定得出真正的结论 因此我们真正 佛教里面所讲的 尤其是心的本体 心的奥妙的一些知识 现在任何一个世间的知识分子 根本没有尝到它的味道 就像晚上在扮演善根的时候再摸索一样 根本得不到无知的失智 尤其心里深意的一些光明和空性双云的问题 倒是更不用说了 连明言当中的一些心的特点 分类 本体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法了解的 因此在佛教 佛陀在有关的大乘经典当中也说了 学佛的人 尤其是如理如实修行掌握的人 在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了若诚信 人数为数不是很多的 但是这种人的福报和缘分 确实很大 所以我们世界的一些宗教 世界一般现在分的三种宗教 佛教 基督教 会教 这三个宗教应该大家公认的 而且比例 比如说 基督教在世间当中 我以前看过一些资料 这里面说 基督教的人大概有十九亿六千多人 然后回教是一亿七千多人 而佛教不是很多的 在这个世间当中三亿六千多人 然后还有一个印度教 印度教人数都是比较多的 七亿六千多 应该七点六亿人 这个虽然人数比较多一点 但是没有另外三个大宗教当中 还有一个部落教 部落教好像二点十亿人 世界不学宗教的人 有七点七亿人 也有这样的资料 当然现在的人数比较 以前 前几年的时候 世界人口是六十五亿人 在那个时候的一种统计 所以真正的世间上 现在不学佛 不学宗教的人 应该说不是很多的 七亿多人 但真正学宗教的人当中 也是学佛的人 以前我看见有一个中国宗教局的领导 他的一个讲话当中说 光中国现在学佛的有一亿多人 但他们极个别的一些资料当中也显示说 只不过这是统计的 为统计学佛的人 有些公务员 有些领导 他学佛不敢明显地出来 那为统计的人应该远远超过这些数量 不管怎么样 现在学佛的人应该自身有一种快乐感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在这么多的人当中 佛陀也有关《大乘经典》里面说 很多人里面真正活的下满人身 非常地少 而我们即生当中 也是遇到这样的大乘佛法 也没有遇到不承认前世后世的外道也好 不学佛的人群当中 有些可能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不懂这些道理 但是现在已经皈依了佛 重新改变你自己的人身方向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比如说我三十岁以前 为自私自利而活着 后来皈依佛门以后 为了众生而活着 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们学佛以后 也是一定要学大乘佛法 学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 前前后后所有的理念 全部都是一心一意的 为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众生 这样的发行 真的是 我们昨天讲《相关庄严论》的时候 就是说顺解脱分的三根 顺解脱分的三根很重要 否则我们整天都是学习如行文 每天都是为了自己保护自己 或者为自己造一点福报而已 也意义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既然遇到了大乘佛法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大乘佛法当中也是 我们内心当中真正有一颗利他的心 还有对空性的见解 利他的心和空性的见解 我再三地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始终不能忘得两个最根本的窍诀 一切都是有了空性见解色诗的话 你不会特别地去执著很多如抛音一样的事法 有了利他的心的话 你每天都是活着 就是为众生而活着的 不可能整天都是围绕自己而造恶意 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两个关键的窍诀大家永远应该记住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